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4x4的完全隱藏門 首先這是門正面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放上4個 黏性活塞 在下面放上8個黏性活塞 像這個樣子 在這裡放上4個紅石火把 在這邊放上4個3T的中繼旗 在這邊放4個紅石火把 然後 這裡放上4T的中繼旗 然後整個線路配置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要讓這個機關可以運作 我們先在這邊放一個 平時的控制桿 這裡放上4個 中繼旗 再放上一個中繼旗之後放上紅石火把 線路接起來 在這邊放上一個2T的中繼旗 然後在這個地方 放上一個紅石火把 然後這邊放上一個2T的中繼旗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完成了 第一層縮回的部分 第一層縮回的部分 然後還有開啟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縮回第2層 在這個地方放上一個2T的中繼旗 這邊放上一個 面型火塞 然後做一個3T的 賣衝突 然後呢 在這裡 再放上兩個 3T的中繼旗 這樣子 第2層也會縮回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進行第2個部分 接下來要製作最上面這一層 火塞的部分 首先呢 在這裡 放8個向下的 黏性火塞 然後在那些黏性火塞下面 再放上8個向前的 黏性火塞 在這個位置 放上4個向下的黏性火塞 然後在這裡 然後把它排成 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 也一樣放上 一個零食的孔子桿 然後這裡 先放1T 這邊放2T的中繼旗 然後這邊放上一個孔石 這邊把 排成這個樣子 然後 全部 線全部接起來 這邊先把 控制桿 要關給打開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 波塞已經推出到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這一層給推出來 就是必須把線路從上面連到下面來 這個位置 我們在這裡放上一個 比較器 這個位置放上 一個黏性火塞 這裡放兩個方塊 然後這裡放感應鐵軌 上面放上礦車 然後感應鐵軌就會把訊號傳到下面來 然後這個就會被拉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把 控制桿縮回 然後會變成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必須要讓這個 上面這一層黏性火塞再 觸發一次 我們先把 上面這一層 改成這個樣子 在這裡放一個紅石火把 接著呢這邊放上一個 圖紙器跟 漏斗 在這裡 這裡放一個比較器 然後這邊放一個 1T的動力器 然後在 投資器裡面放上一個 物品 這樣子 這個部分也都完成了 這邊用到了一個小技巧 就是 當 訊號 這樣子 當訊號是從 旁邊 從這個位置 輸入的時候會有訊號 可是從這個位置輸入的時候就不會有訊號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在第2次觸發上面這一層陷入的時候 這個 原性火塞不會被觸發 這個也就不會被觸發 接下來要做 從上面數下來第2層的 火塞的部分 因為兩邊是對稱的所以我只做一邊 這個地方放 四個 像內側的 免性火塞 這裡放兩個向上 或這裡放兩個 向前 這就是 這一部分的火塞配置 在這個地方 放上一個紅石火堡 然後 這裡放兩個 然後這裡放上紅石線 這裡放上兩層的中壢器 在這個地方 這裡放上一個 火塞 不可堆疊的物品 在這個地方 一個一層的脈衝產生器 在這裡放上紅石火堡 一樣 放上紅石器跟漏斗 在這裡面放上一個 不可堆疊的物品 叫做木層 木層 這裡放上一個比較近 接著呢 在下沉這個地方 線路排成這樣 線路排成這樣 然後這裡放上 三個一層的中壢器 這樣線路配置就完成了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 可以直接在這邊做一個 簡單的測試 這一部分是等一下會拆掉的 我們這裡 做兩個 脈衝的產生器 這個是1T 然後這個是3T 然後我們這邊 1T的按兩下 那這個門就會開 就是關起來 然後呢 再按一下之後 這一個就會被鎖起來 接著再按下這個3T的 就可以把這一層鎖回來 接下來呢 要做Piston Tape的部分 為了安全起見 一樣是先把 牆面上的 活塞先換成 其中的方塊 我會做到 然後就要來切成 那這個 這個 可以用來切成 刀子 先把 大家可以用來切成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整個低層材可以開始運作 從這裡放上一個火塞 就是一開始觸發的位置 這邊放一個向下的 排成像這個樣子 在這裡放上一個比較器 然後這裡放上黏性火塞 然後 在這裡 這三個要用半磚 因為火塞會經過這邊 所以 要用半磚 才不會觸發到 旁邊的火塞 這邊就是做一個連閃器 像說 觸發這一個 之後 就會往上移動 然後 如果 在這個地方 放一個 然後 放一個 不可堆裂的物品 這邊一觸發之後呢 這個連閃器就在啟動 然後 這個一觸發 它就會關閉 接著呢 我們要把這個連閃器連到這幾組 火塞上 首先呢 我們在這裡做 一梯 接到這裡 這邊也是 一梯 然後 這樣 就可以接到這個位置 這邊也是可以直接出發這裡 從這裡連到 這一個火塞 接著呢 接著呢 從這裡 這裡 放上 鎖 鎖 鎖 這邊一樣用半磚 因為火塞會經過這個位置 直接讓它往下 觸發這個火塞 那 因為這個地方沒辦法用半磚 所以我們用 就是 黑曜石這些 無法被推動的方塊 它擋住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熔爐 接著呢 在這個地方 像這樣子 出發這個火塞 出發這個火塞 從這邊往下 兩個之後再往上 到這個位置 出發這個火塞 然後 因為這個 線路 就是活塞 在運作的時候 會經過這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個 换成 鑰匙 像這樣 接著呢 在這個地方 放半磚 放筆器的 然後 放半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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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觸發這兩個火塞 接著呢 在這個位置 一樣呢 就是在這裡 放一個 這個動物器 然後 這裡也放一梯 像這樣 引到 這兩個火塞 然後 因為 這個幾個 也都會觸發到 像是 這個地方 這個 一樣要用 就是 黑曜石擋住 然後下面這兩個 漏斗跟投資器 本來就是 不會被火塞推動的 所以就不用再處理它